在DC电影扎导版宇宙中 闪电侠一共穿越了几次时空 首先在正义联盟扎导版中 为了阻止母核三位一体 闪电侠第一次用神速力打破了时间禁锢 在亲友信念的加持下 他拖着受伤的腿跑赢了光速 从而短暂地穿越了时间 回到了母核爆炸前 把能量成功传送 从而让超人和刚骨分离了母核 阻止了荒原狼的计划 也阻止了达克赛德降临地球 这个片段看似只是简单的时间穿越 但如果按照闪电侠电影的理论 其实闪电侠每一次穿越时间 都会形成新的时间线 也就是创造新的多元宇宙 另外在正义联盟扎导版中 实际上早在复活超人的行动中 闪电侠就穿越了极短的时间 让母核接受能量后复活了超人 当时刚骨从母核中看到了未来的画面 母核三位一体后发生了大爆炸 达克赛德降临地球 神奇女侠战死 亚马逊一族被奴役 海王和维科被达克赛德和欧米嘎射线杀死 最后超人也因路易斯的死被控制后黑化 这其实才是主时间线的未来 但因为闪电侠逆转时间线 才让新的时间线产生 正义联盟阻止了母核三位一体 才赢得了胜利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就会意识到 早在边超大战中 这里定义为宇宙一 就出现了未来时间线的闪电侠 给蝙蝠侠提醒的剧情 这里出现的闪电侠理论上 是来自正义联盟2的时间线 定义为宇宙二 那个时间线上超人已经黑化 达克赛德即将统治地球 为了赢得胜利 闪电侠在刚鼓打造的宇宙跑步机的帮助侠 准备一口气穿越回超人黑化前 然而却不小心来到了宇宙一的时间点 此时蝙蝠侠根本就不认识闪电侠 没办法闪电侠只能说路易斯才是关键 他的想法是告诉蝙蝠侠 只要保护好路易斯 超人就不会被达克赛德控制 可惜蝙蝠侠还是完全理解不了 他自己只认为这是一场梦境 所以后续的剧情依然没有改变太多 超人还是黑化了 不过其实这里因为闪电侠的穿越 还是让宇宙一改变了 宇宙一的闪电侠后面 依然会在正义联盟2的时间线选择穿越 虽然宇宙一还是失败的 不过他成功穿越回超人黑化前 这里定义为宇宙三 并把消息带给了蝙蝠侠 蝙蝠侠保护了路易斯 从而让超人击退了达克赛德 并率领正义联盟大军 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综上所述 闪电侠的每一次穿越 确实会改变时间线 而扎倒的DC电影宇宙 其实早都做过规划